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嘛 剪头发 不要 提无需 不要 你们做梦 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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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要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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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 不要逼我 我真的不想出门 外面的人 都在看我笑话 他们讲我 我的头发 那个胡须 很厉害 我不在收门 你 怎样 想跑啊 头发 剪不剪啊 无需剃不剃啊 为什么 连你都要这样对我 回答我 头发 剪不剪啊 无需剃不剃啊 剪 你没 把你嘴巴给封起来 里面有很多记者 怎么办 现在的媒体 也只能够看到 YouTuber的新闻 专业之力 凶行我们正在捧船 这Cody Hong被绑架了 他们 怎样吃刀的 事情到处分布 我很想 先前因为网络糾纷 引起风波的 本地著名YouTuber Cody Hong 再有后续更新 这次因为头发 和胡须再次受到 全国人民关注 好 现在我们要讲大家反出去 外边很多记者有读吗 我们这样出去肯定会上新闻的 我都搞不懂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的Youtuber 随随便变成上新闻 马来西亚还是马来西亚 第三生还是第四生 讲好来也会上新闻的 为什么要考虑整个东西那么难 哎呀 这世界上为什么要容易啊 只剩下平胸 别给他脚子靠脸 我容易呗 不要离我大便落塞的时候啊 可能厕所没有团肥巴 我容易呗 到底红什么 一根发音都被上纸的问题讲你到底红什么 讲红什么 我不知道 可能 我长得帅吧 把你抛起来 喂喂喂喂 你们再用脚袋 我都胡椒被你们撕完了啦 好啊 我知道了 Kelvin 你可以围装成Cody吗 出去面对那些记者 你看你有他的金猫头发 穿上这个jacket 戴个帽子 戴个口罩 记者应该认不出的 外界不会知道的 不要吹风扇的那些人 也都不会知道你是假的Cody Hong呢 我们可以混淆视觉 只要你挡好那些记者 不要大众以为你是真的Cody Hong 那我们就可以把他带去解决掉的头发 我觉得可以 666 这个计划你有回头的 自己成功 或许失败 坐死C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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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死 来来来来 Cody 来来来来 C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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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y你对于外面 常文说你被放假了 请问你对于外界 请问你的头发有什么想法吗 哦 头发而已吗 我会剪的啦 反正我也不差那几根头发 你们给他出去伪装 我大家乱讲话讲办 你会真是Facebook 换个头发比较的名字 就可以伪装一个人乱来讲话 收获是Spicy 这里是YFM成小友 为带来最新的消息 著名YouTuberCody 终于露面了 他表示不在乎自己的头发 我没有讲话 你不是我 你安静 这里剪头发就剪头发 不然我们直接解决掉他啊 然后把你捧成整的Cody 你看看 是哦 到时候 你跟他整到一样的脸就可以了 现在整容这样便宜 你俩你要变成Cody 可能还可以找Spicy 我彻底 我被口罢了 我真的被口罢了 哇喂 怎么变到这样的样子哦 你先讲讲讲吗 不用的车 给他的家 都是我的了 我不止整容了 还剪了头发 吓到吧 哇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消失 为什么他现在才会想找我头发丑 是谁会不够丑是吗 你收皮辣口底 你又看又可以被吐槽龙殿底提升 谁相信你是真的口底哦 对咯 还卖狗盘 唉 回头发 我只是想要讲我剪头发 拜拜